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第一声音 我是高远 今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来自于芬兰的声音 在上海试布园 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芬兰的冰湖馆的这样一个设计 可以说是夺人眼球 不仅如此 这个冰湖的里里外外 其实都紧扣了环保节能和低碳的这样一个设计理念 那么就像芬兰的这个国家一样 环保节能跟低碳几乎是成为了这个国家核心的竞争力 那么就像芬兰STE生物燃料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安托宁 曾经自信的预测说 在未来的3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之内 芬兰就可以成为零石油的国家 那么究竟怎样的实力可以支撑它的这样一个预言 它的信心究竟来源于哪里 前不久我和我的同事亲临芬兰 切实感受到了这个千湖之国 在清洁技术方面的独到魅力 芬兰因拥有18.8万个湖泊 而被誉为千湖之国 除了水 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广袤的森林 森林为芬兰人开发新能源 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我们采访的第一站 是克罗瓦地区的一家发电厂 从厂区外围看 这里更像一家木材加工厂 除了木材 并没有我们所常见的煤炭和烟囱 技术人员告诉我们 周边的家庭和企业的用电 都由他们提供 并且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能 还可以用来供暖 在整个的芬兰森林的覆盖率是非常高的 有一些木材非常优质的是被用于生产家具等等 而有一些木材是不能够被充分利用的 有一些木材的残次品 它们怎么办呢 就变成这样的一些 经过粉碎之后变成这样的一些物质 然后它跟一些叫泥霉的东西 那么这个泥霉其实也就是森林的一些物质 经过很长时间的风化跟腐败之后 变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它们经过充分的搅拌跟混合 然后就输送到锅炉当中 经过充分的燃烧 燃烧之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些能源 技术人员说 木屑是木材加工后的废料 而泥霉则是高纬度地区特有的一种生物能源 是植物长期掩埋在泥土中形成的腐烂物 它与木屑的热质相当 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于木屑和煤炭 像这样一家发电功率为21兆瓦的发电厂 投资额只有7500万欧元 廉价的燃料省去了不少花费 芬兰人是擅长利用生物废料的 在科伯利生物精炼化学公司 我们看到了这几个瓶子 里面是常见的麦杆 玉米杆 甘蔗渣等 这些在国内被随意焚烧的农作物废料 在科伯利就能变为用于发电的木素 用于汽车动力的生物乙醇 以及用于造纸的纸浆 我们的材料全部是非粮食和非木材生物 并可以提供工业化生产的设备与技术 这种红色的长筒物是芬兰人的又一种发明 位于拉克地市的奥林燃烧器公司 把它变为了一种可以燃烧各种生物废物的锅炉 有测算说 它不仅能提高燃料的发热效率 并可以比普通锅炉降低30%的碳排量 我们深深地知道 全球正在面临环境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对传统的废弃物 加以改造利用 从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目前可再生能源 已经占到芬兰整体能源利用的25% 全国大约有400个大中型能源工厂 使用生物燃料发电工热 但芬兰政府的规划提出 到2020年这个比重必须提高到38% 在不遗余力探索生物能源的同时 芬兰人又开始关注其他各种能源的利用 这是通力电梯公司的一款升降机械 它在下降的过程中 可以将势能转化为再次上升所需要的动能 从而削减了电梯对于电的需求 此外 芬兰政府还计划在2020年前 全国必须使用6亿千瓦时的风能 为此700个新的300万瓦特风力发电厂 正拔地而起 这是芬兰的天空 这是赫尔金基的街道 清新自然与古朴是我们最深的体验 芬兰的高科技和现代化 就融入在与生态的和谐之中 在著名的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 对方向我们展示的不是最新的手机产品 而是这三款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手机包装盒 这三个不同的盒子 代表了诺基亚对于包装的 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诉求 从最初的大盒子变成了小盒子 再到最小的盒子 在两年当中 在这方面的投入的成本 就减少了大概5亿欧元 从去年开始 我们开始回收诺基亚旧手机 已经在全球逐步展开 这是诺基亚想用芬兰政府 节能环保政策的一个具体实践 芬兰人是大方的 他们向全世界输出最先进的清洁技术 芬兰人也是吝啬的 他们从废弃物中攫取一切可以利用的能源 却又限制向大自然的丢弃与排放 这里是全球知名的造纸企业 斯道拉恩索公司 隆隆作响的这台机器 转动的不是普通的纸张 而是一种名叫生物聚合物 图布包装纸板 这种纸板被掩埋后 可以完全实现生物腐化 不在大自然中有一丝残留 据说上海世博会芬兰馆使用的纸杯 就是用它制成的 在凯米拉污水处理厂 从各地输送而来的废水 经过化学和物理手段处理 可以不带污染地直接排入波罗的海 如果再做处理 就是一瓶可以上架销售的纯净水 当然 由于芬兰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这样的纯净水并没有太大的销量 同二氧化碳废水一样 噪音也被列入了芬兰的空牌名单之中 霍尔顿集团研发的室内通风系统 必须经过四道实验室的考核 其中一项就是噪音测试 能够施舍给大自然的只有15分贝 更令人称奇的是 芬兰的减排范畴甚至延伸到了空间和重量 通力电梯公司研制了一种 全球绝无仅有的碟式马达 这种马达使用的是平面环形直线电动机技术 可以使通力电梯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 体积和重量都减少50% 由此 大幅度节约电梯所占用建筑的公共空间 以及电梯能耗 我们常说欧洲人做事是刻板的 欧洲人也是懂得享受生活的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 只要是晴朗的日子 芬兰人都会到户外享受明媚的阳光 在夕阳西下 人们纷纷离去之后 草地上绝不会留下一张纸片 在我们借助的旅社 有这样一个绿色的回收桶 客人不需要的纸张都必须丢弃在其中 践行环保以及宣传环保 已经是芬兰人的自觉行为 只有环保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当然环保不仅是宣传 政府必须设置一些设施 让环保可以执行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芬兰执行的前夕 我们参观了奥卢的一所中学 这里环保绝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 也再次印证了那位环境部长 环保不仅仅是宣传的理念 在学生食堂 墙上挂着这样一个圆扣 她的升降高低表示 今天同学们丢弃的食物的数量 以此提醒大家 杜绝浪费和降低排放 在复印室 白纸是必须双面复印的 这个女孩正在制作一个拎包 材料是家里的旧沙发皮 这些拎包也都是用糖纸 废塑料制成的 包括这些钟表 小工艺品 材料均来自一拉罐 碎玻璃和旧木料 书本也是回收的 可以让大家轮流使用 环保不仅从教育着手 也不仅从国民做起 这些年来 芬兰政府不遗余力地 与世界分享他们的科技成果 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 FBCC 以及芬兰工商业媒介推广组织 FinFax 每年都邀请数十批来自中国 印度 俄罗斯等国家 和地区的记者 前往芬兰采访报道 当今的状况 更凸显出强有力的经济结构 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对于共度危机的重要性 芬兰人认为 世界各国联合起来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就是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最好力证 而清洁技术无疑是其中最强有力的武器 和最紧密的纽带 就在我们结束这次采访的第二天 芬兰总统哈洛宁的飞迪北京 出席了中芬清洁技术研讨会 并且见证了芬兰科布利公司 向天津9000职业 提供三条生物清炼生产线的 合同的签约仪式 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一期节目 不仅仅是要探究芬兰30年之后 将成为零石油国家 如今这样一个看似有些狂妄的预言 那么更重要的是 要把全世界最先进的清洁技术的信息 带到国内来 好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合作已经展开 我们有理由相信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 这样一个世博的主题 不仅仅是一种愿景 它正在变成一种现实 好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第一声音 再见 默默和声音 Kurt